二十一,《文匯報》 市建梢基灣地三十八二項破紀錄 2015年7月9日地產新聞 B02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顏倫落 市區地供應刊決 即使股災殺埋新疫未受影響 市建局梢基灣西灣河街項目昨日直收二項 收到破紀錄的三十八分二項書 入二項財團包括大中小型發展商、測量獅子 昨日營止屬折二項階段 就留事前景來說 該地反應好可以預期 但若股災持續 地皮招標反應肯定受影響 發展商還有時間看定速度 第一 太平大維斯股值及專業顧問服務董事總經理陳超國表示 股市昨日雖然大跌 但只述短期波動 加上該項目作入只屬直收二項書階段 距離日後招標仍有一段時間 股值二項的反應未受股市大跌影響 二項書數量可以創出新高 一太 發展商留意後市不過 他估計 發展商將留意後市走勢 若股市持續下跌 地皮日後的招標情況一定受影響 稍基灣西灣河街昨日收到三十八份二項書 成為市建局史上最多二項書的項目 交前紀錄 即今年五月財節二項的碼頭 各地階新山道項目三十二份再多六份 分析指 項目投資額細 加上為處市區 屬優質地皮 而且市區細單位亦受到追捧 令地皮潛力更避看高一護師 由於入二項財團眾多 估計日後標書數量將可能破紀錄 發展商隨時增崩頭 綜合市場資訊 港島東區有多年發展經驗的協成行金 同有入二項 同樣有份入二項的遠東發展 余浩宏表示 項目相對簡單 容易發展 故對地皮感興趣 若投得將興建商駐項目 至於其他有份入二項財團 包括新世界 南峰 惠德峰地產 遠東發展 裝飾機構 英皇 中海外 宏安 大洪輝 泛海 寶星 萬科 百利寶及富豪聯營等 項目現止為協成工廠大廈 比倫新城中心 地盤面積約7,642方呎 按地積比率約8.4倍計算 日後可提供約64,153方呎 其中住宅樓面約57,695方呎 提供約120貨 商業樓面則約6,458方呎 市場預測地皮樓面地價約9723元 估值約6.24億元 住宅日後每呎實用面積售價約18,500元 商鋪每呎實用面積約3.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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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